第三十多节枪佛办公室 第29号公告 七师使证书见真假 最近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 颁发了一批圣证书 一些人不且法师们见到以后 尽管他们已经了解到 第三十多节枪佛办公室 在第13号公告里 对七师使证的圣证书 已经明确表明了观点 但是他们仍然提出一些不了解的事 尤其是提出 他们看到明文规定为七师使证 为什么有些人所持的证书 是三师七证的签字 还有人提出说 这几些轮集会电脑的人都会做的 还有人提出 有仁波切说他会先知欲言 不知是真是假 先知欲言有几种修法呢 尚学道师之是不是有具体的大菩萨名号呢 因此紧就这些问题 第三十多节枪佛办公室 做进一步的阐述 首先 我们完全赞同联合国际世界 佛教总部的这一做法 一是他防止了以假冒争的假师 骗子 邪师 二是真正利益的众生 三是符合第三十多节枪佛的法律 诚然 正如第三十多节枪佛所说法开示的 师之证并不重要 而真正重要的是学习并按照解脱大手印中的三大薪水去落实在自己的思维原型中 则七师时正的圣证书分为七师时正的圣德证书和七师时正的圣德诗证书两种 圣德证书只有虚明心轮 圣德诗证书有虚明心轮和日月轮 乃至全都是日月轮 却是衡量一个修行人是圣是反的门槛 提显正量成就的慰藉 拥有七师时正的圣证书 就是货真价实的圣者 如果没有七师时正的圣证书 而又自称圣者或持有某种认证书便据此以圣师自居的 那无疑是骗子要挟 当然另有例外的是 那些没有自称圣者的真修行人 其中也有大德、高升、善知识是值得学习的 因此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的这一考试是 真正的对佛陀、对佛法、对佛教、对众生负责的刑具 其目的就是要为行人法好真假的官 贤取推荐利益众生的真正圣德、好师长 相反的 假的圣德就没有真功夫、真正量 所以就无法通过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的印证考试 因此不敢去公众考试 只会在背地里语言宣说 编造一些假话 或拿出一些录像、照片、蒙骗几日算几日 蒙骗几年再说 可是不管此人用什么说辞,拿什么证据 但只要是假圣者,终究还是拿不出圣德证书面对学生 改变不了这一体的事实 所以为了遮盖自己的为假面目 这些学生只好讲出一些骗人的假话 把学生迷住信任他 而在另一方面 一些学生在自己的上师拿不出圣德证书 而找一些其他所谓的证据时 当弟子的竟然就相信了 这实在是无可救药 太愚痴了 你们不去想一想 为什么我的上师不敢去面对圣德考试 为什么没有圣德证而要称某某圣德 今天告诉你们 就是只有四大教派法王共同认证的连花生大师转世者 只要没有圣德证书 也是真反复假圣德假连诗 联合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席陆东站法王说 我已经是几十岁的老朽一幕 生死无常就在我的面前 修行的我错不起因果 不敢有半分差池 只一心一意为众生行政法 这就是我要行的自觉举他的愿力 其次有些人认为 这个圣证书从外表看 无非就是几个末巴和四块组成的图案而已 随便都能做 有什么重要呢 这种认识实在是一种极大的无知 无知在于并不是这几个图案的多与少 好不好看 而关键是在于这几个图案的含义 所蕴含的本质 是要凭实证的胜量成就才能取得的 只从标志上看 几个心轮确实没有什么重要 但是其实质是以心轮来证明 执政者是经过17个出家人和圣德的监考 亲自见识了执政者超越圣量 入于圣者的境界进入了圣门的 因此反过来 这个心轮恰恰就变成了很重要的标志 而成了宝贝 就不是末巴和四块的图案那么简单的概念了 再者更重要的是 每一个圣证书上都有 其实实证共17位出家人独立的发了试签了字的 这17位中必须有三位监考师属于圣德身份 这17位与在场的公众必须在现场亲身经历 亲自监考运势之当事人 亲眼见识执政者的实际身量功夫的展现 这就非同小可了 要拿真本事来认的 而且这些圣德和出家人会在现场修法对质印豪者 比如念金刚经 大悲咒 闷影咒 妙法 莲花经 马哈嘎拉 大卫德金刚 石轮金刚 杜法蒙金刚 乐乎拉金刚 护法等 如果这位应试者是外道 自然在正法前倒地 无能为力 如果应试者是正法 但道行不够程度 没有考试过关 是没有任何一位监考师 敢拿自己落地狱做登堡来发誓 在圣证书上签字的 而且必须是17个人都签了字 发了誓 少一个都不行 大家可想而知 这是造不了假的 所以过关了就是过关了 没有过关就是没有过关 过关一星轮集 绝不能写二星轮集 过关二星轮集 绝不能写三星轮集 须弥伦的圣德证书 绝不能说是挂有日月轮的 圣德诗之证书 用一句极其通俗的话说 这绝对是一就是一 二就是二 没有任何虚假 没有任何方便 有假就没有人敢发重视来签字 无论一个大德是什么主师 尊责法王仁波切法师 也无论他是什么身份再来的 只有在公众面前拿出自己的道行来考试 经过基师识证在圣证书上发示签字 残人书名四圣四凡 是几星轮集的道行 是圣德还是圣德识之 这是任何人都做不了假的 因此 这个圣证书是整个佛教界最扎实 毫无水分的 真真实实的证明 识证者是具有超凡入圣的圣量 而获得的圣证书 还有这个圣证书是由七十十证 共十七位出家人共同签发的 而不是由哪一位圣德独自有资格签发的 就连第三世多杰强佛也说 我没有权利签发任何圣证书 也没有权利不签发任何圣证书 圣证书是行人真实道量的展现 果位地位角位与限量已知 尽致正尽的表法 必须接受众人的核实 其实实证的监考 在公众法师仁波前面前过关 才是确切的定论 我是惭愧者因此不具资格 所以无论什么等级的圣证书 都必须是由现场监考的 十七位出家人和圣德们 共同签发给考试过关的圣德 只有做到这一步 完全铁证如三 第三世多杰强佛才会认可 所以第三世多杰强佛说 他无权签与不签 据悉目前大家所见到的圣证书 是由三十七阵共十位行人 根据录像 红外线热感应 摄影仪等 以及MRI高科技检测 结果之一项或两项查核的圣德 所以该圣证书上也展明 此证书为初步考核所发 考核的监考试为三十七证 最终将有七十十证考试 也就是说 目前的圣证书不能代表 七十十证的现场考试圣证书 届时若要获得最终圣证书者 无论是什么人 都必须通过七十十证的考试 拿到七十十证的圣证书 才是百分之百 不折不扣真正的圣德 然后再从圣德证书上 分辨几心轮的什么轮 解脱大索印清楚说明 六类师之量 包括上学道师之人 是代表不了某一位 具名菩萨的真实身份的 只是圣德范文类的定义 要确切清楚是哪位菩萨 转世再来 唯一的认证 必须先知寓言 才能无误确立 先知寓言 在认证转世真身上 有三种不同的法会 是先知寓言等妙节菩萨等转世 必须在正规寺庙大雄宝殿举行 首先由寺庙深仲举行 庄严法会 诵经持咒 比如念金刚经 纳背咒 嫩眼咒 妙法梨华经 马哈嘎纳 大威德金刚 石伦金刚 独法母金刚 勒呼喀金刚 护法等 是由主法圣师 请护法监护 其实实证 与圣德门 共同现场监考 必须由自认菩萨的当事人 当着公众和其实实证 自己先知寓言 宣布自己的佛菩萨身份名号 并与在场 所有人共同入考 先由一半人数 先行捣乱当事人的寓言 当事人自己展现 德妙诀菩萨的圣量 让在场所有人都得看到 当下兑现与预言出的身份 不差分毫 并就在当时 接着共考三观印证无误 打一个比喻 比如有20个编号的纸团 完全一样大小 放在精品中 无法用繁衍合件 而应事人先预言要拿出多少号 以下拿出号码完全相同 并且连拿三次无误 乃至预言一把抓几百或几千粒甘露丸 一把抓起甘露丸 数目与预言相同 一粒不多 一粒不少 该当事人方可被确立为 等妙诀中的某某菩萨真神转世 为此 发给四星日月轮 佛圣清灵 有具体等妙诀菩萨法号的 上绝道师之证书 但是应该说在末法时期 在这世界上是基本上不可能有的事 就是有也不会与大家相处在一起的 末法时期缘起关系时然 至于用手一指能让金银铜 本法国所圣之水传避而出 那只是中地道师之的菩提圣水境界 也不够资格是等妙诀菩萨的转世 如果能公众隔石头建立坛城 或当众请佛陀来虚空降下甘露 那就是上绝道的圣量了 另外的丹地菩萨的转世身份认证 则不由当事人预言 而是对认证师实行先知预言后 再由当事人从若干中取出 要与认证师的预言要完全相同 然后再由认证师连取两次 索取与当事人无误 加上被认证者索取的共三次 都与认证师的预言要相合无差一数 该认证师所认证的 具了名的菩萨身份才能确切成立 但要获得实质证书 这是必须要经过七师实证现场监考 监考东地道或硕士道师之 圣量合格 才能发给相应的师之圣证书 对阿罗汉尊者们的转世身份 不需要当事人轻自预言 只需上绝道师先知预言 由认证师修法三观五物 符合预言确切的转世身份就成立了 但是师之证书也必须经过七师实证现场 考试合格后才能获得的 因为七师实证要担因果 要发誓签字的 要特别注意 这不是世俗的精品测迁 不是那种有几个人 则对应设几只象牙签的抽取式的抓揪 而是必须在现场先公众 先知预言 然后当下展显圣量 兑现预言身份 请大德善知识圣德们理解 我们是佛教徒 要对诸佛菩萨 对众生 对佛教负责 因此我们办公室必须讲实话 民和国际世界佛教总部主席说 具备了圣量的真正的大德善知识们 无论你们是什么教派 只要是佛教都欢迎 都可以到位于美国旧金山的华藏市 去考核各自的圣量 那里专门为大家设立的圣德和六类 失职三个级别的考试 当然对于那些已经经过 七十时政考试的就不必再考了 他们将会按规定标准即位 发给圣证书 请诸善来信女 福弟子们特别注意 如果你的上师 以其法王、尊者、大仁波切、大法师的地位自称 或他称 而自己默认 并洋洋得意安立于圣者的位置上 你千计要拜看他的圣证书 如果你不拜看 会种下轻慢法业罪 会犯下拜反为圣 助长邪恶 宣扬假圣者的三恶道总性 一当如此 终生乃至永远也受不到进行灌顶了 要当下成就的可能性就根本不存在了 所以你一定要拜圣看圣书 如果你的上师称圣 又没有挂圣圣书 只会找各种迷人的借口给你们讲说 说明此师大有问题 不敢在七师时政面前应考 为此你要恭敬请他为了解除众生疑心 利益众生 故应该前去应考取得圣证书 如果他以各种借口托尺照常不去 而又自称圣德高居法台 照就受礼拜收供养 说明此师是绝对的骗子人物 乃至是打着正脉传承 自己却是邪师 若行人不赶快脱离恋求良师 则弟子与师同等罪障 包括曾有第三师多解枪佛认可过的 只要是称尊者法王大法师 如不应事拿到圣证书 也说明此师在行使过程中已脱离菩提道 步入编档中了 乃至有犯下邪恶之间的可能性 所以第三师多解枪佛说 一切都得认其实是正八世签名的圣德证书 但要注意 如果你的丧师不落入一二八条之间 大悲菩提为力众生 公开和暗地理都惭愧自居 言此戒律 菩提大悲为本利益众生 从不夸称自己是圣德 不称自己是菩萨的 使人属于大德犯畴善知识丧师 是不需要考取圣证书的 因为圣证书是位居圣者 所持的铁证圣德的身份 是对尊者法王大仁波写等 而设立的绝对真实不须知 鉴定认定文凭 这不是个人冒称自己是圣德的概念 也不是什么教派领袖大佛佛 来定认某人是圣德的概念 而是十七个人拿无始的功德 来赌上自己的前途 做地狱还是成圣道承担的因果 面对诸佛菩萨发下的重视 是用因果报应担保的真正圣德 所以是圣是凡 是什么层次 什么级别 依据只有一条 坎圣德证书是写是证 见证只有一条 印证一二八条之见 第三是多姐枪佛办公室 2012年9月3日